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Mr.Wall 首先想恭喜大家力盡艱辛,終於順利完成考試 在這裡想和各位介紹關於DSC History的一些資料 以便供大家算科之用 DSC History是讀些什麼的呢? 可以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是以歐洲和美國為主的 即是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 第二類是以東亞國家地區為主的 好像是日本、香港和中國那樣 過去一些比較艱難的議題 好像聯合國、耳巴衝突那樣 都不需要再理會了 另一個同學關心的地方是 究竟考試是以什麼形式進行的呢? 當中是分成兩份試卷的 第一份限時兩個小時 包括了四題Database Question 全部都需要作答 而卷義總共有七條S 但是你只需要選擇其中兩條作答 限時一個半鐘頭 即是說你是可以貼題的 相對其他學科 讀History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可以歸納做三點 第一點 你會發現中四學的內容 和中三的幾乎一樣 當然我們會學得詳細一些 第二,工作量比較輕 不需要再做令人很頭痛的校本平衡 第三,考試的時間比較短 只是三個半鐘頭 也就是說考試覆蓋的範圍會相對小一些 你會問History會不會開不成班的 那我又不擔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同學有不同的特質 但是必須要根據自身的強項和興趣簡科 最終才可以發揮所長 並取得理想的成績 以下是有最偉大的英國人之稱的 邱吉爾給大家的一些提示 有哪一類同學是適合讀History的呢? 第一,你喜歡思考 第二,你寫一字不需要漂亮 但是要給其他人看得明白 第三,你對世界充滿著好奇 第四,你計數一般 如果你有以上幾個特質的話 可以不妨考慮一下讀History 為了令同學更快速熟習課程 更有效地理解提形 我會向大家提供多元、互動、有系統 和人性化的學習支援 令你的學習沒有難度 首先是學習的骨幹 會有Taylor Made的Mind Map Notes 讓你不需要自己閱讀大量的文字 可以直接了解人與人 事與事之間的關係 同時,會賦予教學影片 和複雜用的打游師 加深大家對史事的理解 當然我不會騙你的 我會要求你教功課 不過會有相對多的支援 無論是Database Question 還是Essay 都會有令到你足以明白 滿分要求的Sample 除此之外 會有一系列自家製的小冊子 集合事件、地點、人物等的有趣故事 令你可以輕鬆掌握 應該要知道的知識 最後 我們會身體力行 用一雙腳行走天涯 尋找身邊的歷史點滴 讓你知道 歷史和我們之間的距離 其實一點都不遠 我們選了算科 講了讀什麼 也都講了怎樣讀 是時候講一講將來 另一個常見的問題是 讀History有什麼用呢 時間所限 我只在這裡列出三個好處 第一 對你考DSE極有幫助 例如可以加強你的英語水平 又令到你應考LS的時候 更加得心應手 因為兩科無論在內容和考核方面 都非常之近似的 考完DSE要上大學了 第二 讀History可以打好Social Science各學科的根基 無論政治、社會學、社會工作、哲學等等 或原出歷史 或與歷史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我敢講大學有三分之一的學科 即是人民學科和社會科學 都跟History關係非常之密切 完成大學要找工作了 我們去第三點 讀History幫助你應付未來的工作 如果你希望擔當領導的角色 或者將來工作是對人的 讀歷史所學到的技能和知識 絕對可以幫到你 右邊列舉了一些主修歷史的知名人士 好像是英國前首相 白高敦 現任的首相約翰遜 其實歐洲的傑出人物 愉快之中學習 所以最後想在這裡推介一些電影和紀錄片給大家 Sophia Storm是俄羅斯製作的二戰紀錄片 主要是說1941至45年之間 蘇聯和德國在東線的戰鬥 這部紀錄片的動畫許許如生 不得了 你可以在YouTube合法找到英文 再加字幕版的 另一套紀錄片叫做 Greatest Even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Kala 之前在Netflix看過 不知道現在還找不找到 另外還有三套奪獎無數的電影 都是以二戰為背景的 他們是經過我千挑細選 有時間的話絕對適合大家細心欣賞